好 歡迎收看本週國際普通收觀察 我是張允熙 今天加入我們的央視智宇 歡迎智宇 允熙好 大家好 我是智宇 好 本週最大的事呢 就是這個烏俄之戰居然演成俄羅斯的窩裡反 很多人恐怕是蠻意外的 對 尤其大家可能很熟悉所謂的瓦格納 對 在之前其實討論了非常多次 不過呢 就在這個6月24號的時候 他們發動叛變喔 雖然只有斷了24小時 但是瓦格納已經不只是讓俄羅斯 應該是全球都感到非常正經 而且他速度蠻快的喔 就是他只有不到24小時嘛 但他從這南方一路往北 一路到這個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才喊咖 算是這個速度蠻快的啦 而且傳出說可能一路上呢 都有一些這個俄軍啊 有意無意的沒有阻攔他 他才可以這樣勢如破竹 對 其實在這一次的叛變當中 當然我們要看到不一樣的字眼 以這個俄羅斯來講 他當然是定調是一個軍事的叛變 但是以這個瓦格納的領袖 普里格金喔 他是說 他其實用一個很特殊的字眼 叫做正義遊行 他是認為說其實這一次 他就是個遊行 所以說戰說戰 對 他是和平的要表達的訴求 對 所以說才會這麼快的 其實他是認為說 他是對整個俄羅斯的國防階層不滿的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5月份的時候 瓦格納在這個巴赫姆特 獲得了非常大的戰功 但是當時他也對整個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還有參謀總長 認為說他們太無能了 他們其實在當時就有謾罵這個 國防的階層 就是在這一次他們認為說 既然這個國防階層這麼沒用 那乾脆自己做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子的正義遊行 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當然這件事 我們還是要說 他被俄羅斯的官方定調是個叛變 政變 甚至普欽還一度說要追究相關的行責 那烏克蘭方面 自然是心裡覺得好像似乎是看到 這個烏俄之戰中戰的一個曙光 這個烏克蘭方面 他們高層有跟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通話 後來他就做出了一個結論 他認為說其實這是俄羅斯政權崩解倒數計時中 那他們也認為說烏克蘭目的就是希望說在烏俄之戰結束之後 他們可以恢復到1991年 那個時候就是蘇聯瓦解之後的邊界 他們認為是有機會的 那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1991年的邊界是什麼狀況 就是烏克蘭除了烏克蘭目前的這個現在的部分以外 還包含了2014年被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 還有在這個烏俄之戰這一回開戰初期的時候 他們拿下的盧甘斯克跟盾內斯克 基本上就是一個完整的狀況 等於說就是基本上把烏東還有整個克里米亞 都拿回來 這樣子的邊界的定義 不過其實大家很好奇說 會不會這一次的叛變 這二軍的叛變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這個烏克蘭的一個機會嘛 大家很好奇 但其實我們要講 這個瓦格納他本身就是個傭兵組織嘛 俄羅斯在2014年的時候就開始使用他們了 然後當時其實因為 其實傭兵的好處跟壞處是 好處就基本上只要這些傭兵出任何的事情 基本上都跟俄羅斯官方無關 但其實壞處就是這些傭兵很有可能反過來 倒打這個俄羅斯裔吧 這就是他的隱憂 所以說很多的這個國際單位就預測哦 像是卡內基的國際和平基金會 他的副主席就說了其實這一次瓦格納 根本就是普丁自己創造自己的科學怪人 等於說他其實反受其害的意思 這也代表說其實這個普丁已經管不住自己的子民 是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說這也代表說其實在這一次的正義叛變當中 瓦格納所經之處基本上很多的民眾 是反而是蠻歡迎他們 完全沒有聚色沒有害怕的感覺 所以說這也代表說整個國家可能需要一些改變 所以也有人說其實這個瓦格納的手裡普里格金 就是普丁的或是普清的一個替代者 那大家最關注的還是瓦格納下一步到底怎麼走 我們知道說瓦格納的軍隊啊 剛剛講說在俄羅斯莫斯科200公里方就喊咖了嘛 他們現在退回哪裡呢 軍隊啊目前呢就是在兩個州附近的軍營待命 那首領呢普里格金目前是行蹤不明 他24號的時候就離開總部了 到底去哪了沒有人知道 不過我們知道說啊 其實為什麼普里格金後來呢 他會喊咖 主要還是因為白俄羅斯方面有出手斡旋啦 所以外界現在也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瓦格納會整個撤到白俄羅斯呢 那現在最擔心的就是林邦了 立陶宛的總統就說啦 他說如果白俄羅斯要接待普里格金的話 他認為北約就要在他們這邊增兵 因為這個威脅性蠻大的 對因為我們知道白俄羅斯本身 跟這個立陶宛他的邊境其實蠻長的 而且這個邊境當中如果沒記錯的話 其實當中他裡頭都是一些樹林 所以他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軍事屏障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立陶宛總統會這麼擔心的原因 而且剛剛我們說盧卡申科 到底跟這個普里格金有什麼關係哦 有一些報導是指出 其實兩個人本身非常麻糬 大概認識了20年左右 其實認識非常久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這個瓦格納 一開始出來軍事叛變的時候 反而是這個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哥跳下來要幫忙斡旋 就是希望呢 其實降低這個俄羅斯國內的壓力 同時也是因為兩個人本身有非常好的交情的關係 而且其實這個以俄羅斯的官方一定要說 基本上瓦格納集團他給你三條路送 那三條路 第一個你可以直接加入俄羅斯的軍隊 這是第一條路 然後第二條路呢 就是你回家吧 這是第二條路 第三條路其實就是去白俄羅斯這邊 所以到底這個普里格金 會不會因為他本身跟白俄羅斯的總統有關係 所以他轉移到白俄羅斯去 然後甚至成立一個新的所謂的瓦格納 這也是大家會比較討論的重點 所以普清的刀變白俄羅斯的刀了 也有可能 好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事實上這個普里格金 他就是對於俄羅斯的軍方高層不滿 所以俄羅斯的國防部長會不會換人呢 他們現在的國防部長叫做肖伊古 大家在新聞裡面可能有看到 那一度也傳出說 那肖伊古在這個瓦格納叛變之後 他是被軟禁的 但是呢在26號這一天 就出現他視察軍事陣地的畫面 就破除這個他被軟禁的謠言 但外界還認為說他很可能會被換掉 因為呢 包括支持戰爭的人 都已經開始替代人選 那誰會替代他呢 剛剛有提到說除了白俄羅斯斡旋以外 這個人呢 是俄羅斯的一個州長 他傳出說也曾經跟普里格金來談判 而他的身份呢 他居然是普清以前的保鏢 所以呢他可能也會來繼任這個國防部長 對我覺得其實這可能也是暴露了一個 這個普清他個人的信任危機 因為他既然知道說其實優命組織本來就不可好 而且在他之前都不斷的叫嚇的狀況之下 他可能開始慢慢的感受到 可能自己政體有一些波動啊 或是其他的影響 可能開始有些信任危機 不過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當然點名這件事說 這個消息股的地位 遭到威脅的還是烏克蘭的媒體 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也是在烏克蘭的媒體 見縫插針 也是有可能啦 造成俄羅斯裡面國內的分化 創造他們自己進攻或是大反攻的一個契機點 這也是大家可以直接關注的部分 好那在瓦格納判變之後呢 其實普里格金他有給一個11分鐘的聲明稿 他有提到說他們有這個生存危機 因為俄羅斯國防部是在7月1號的時候要併吞他 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瓦格納領袖普里格金兵變後首度發聲 直言俄羅斯國防部 從一開始就是要併吞瓦格納傭兵團好一手掌握大權 而兵變後外界最關注的就是瓦格納是否解散 分辨到俄羅斯正規軍 專家表示俄羅斯國防部長肖伊古 與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是否被換掉 是重要觀察指標 照肖伊古還到前線視察來看 暫時能保住大位 不過等普京認為軍方穩定後 部長也有可能換人 屆時攻打烏克蘭 戰略就會調整 為何會被拒絕瓦格納傭兵 他們是最能夾戰的一部分 這是他認為是最終的禮物 還有一個大戰略的大戰略 是川普普總統做了 與他違反對於烏克蘭的戰略 而俄國內部越亂就越打亂後勤 對烏克蘭前線戰事可說有很大優勢 北約盟友也陸續表態 將堅定支持烏克蘭打印戰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在這個瓦格納判變之前 烏爾的話題其實是在美國總統 拜登的手上 因為拜登在6月19號的時候 他在加州一個演講的時候 他開砲了 他說他認為俄羅斯會使用戰術核武 這個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對於美方這樣的指控 俄羅斯方面也有話說 特別是這個外長拉夫羅夫 一向也是這個蠻愛開酸的 他就說他認為 這個他不知道怎麼評論 對他是說這個不會太認真的 對待這種毫無根據的胡說八道 當然啦其實這個俄羅斯或是普京 到底會不會用核武器 戰術性核武器 沒人知道了 基本上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威脅的確是持續存在 而且其實現在已經確定的是 就是核擴散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俄羅斯把這個戰術核武 部署到白俄羅斯去 而且最快可能在今年夏天或是年底 就會完成所謂的部署 不管怎麼樣 這已經是達到了核擴散的境地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美國總統Joe Biden 他講這句話 也許可能是為他自己之後 可能會沒有其他的動作 來進行還價 或是為選舉 對也許他可能為了所謂的制衡 所謂的俄羅斯 我先把俄羅斯塑造一個 他已經是核擴散 或是有可能使用戰術性核武的形象 他就可以在亞洲或是其他地方 部署所謂的其他戰術性核武 或是相關的共享的一些條約 我覺得這是後續 也許可以來討論一下的 好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這個烏俄之戰 大家很關注的就是烏克蘭 他的反攻到底進展如何呢 來看下節的報導 一陣槍陵彈雨 烏軍在巴赫姆特戰壕裡 匍匐前進奮力苦戰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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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機關槍奮力掃射 但烏克蘭士兵這場攻擊 一點也不輕鬆 許多人不小心被噴射的蛋片波擊 你不看嗎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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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撕掉了 你把他撕掉了 烏軍攻勢不停歇 就是看準俄羅斯佣兵團 瓦格納周六發動軍事叛變 烏克蘭在東部戰線大舉發動攻勢 來到札普羅熱前線 一名烏克蘭士兵 正在操作無人機 開玩笑的形容 就像打電動 只是戰場上生死一瞬間 炮彈也不長眼 透過無人機螢幕 烏軍士兵命中俄羅斯的車隊 根據烏軍指揮官表示 這一次趁瓦格納叛變 烏軍分別在東部的奧利霍沃瓦西利夫卡 巴赫姆特 庫爾九米夫卡 伯赫丹尼夫卡 還有北部的亞吉德涅等方向 多點發動攻勢 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戰果 但是各個方向 都取得進展 專家分析趁俄羅斯後院起火 給了烏克蘭絕佳機會 許多烏克蘭人民更表示 他們都在等著吃爆米花 看好戲 本來期待俄軍內鬥能削弱前線勢力 可惜這場軍事政變只持續不到一天 就戲劇系宣告落幕 也讓烏克蘭人民期待落空 但外界關注烏克蘭的反攻行動到底有沒有如期進行 此外烏克蘭國防部長也接受美國媒體採訪表示烏克蘭現在正在進行的反攻 還是處於某種準備行動 因此真正的大反攻還沒到 這場軍事政變只持續拉攏西方勢力 就看俄羅斯內部的不穩定能否打擊俄軍士氣 即便新聞綜合報導 好德國的部分 是我們之前討論過 德國想要引進外籍人才的這個計畫 終於拍板了 這邊有提到 他是在23號的時候在聯邦法院通過了 不過我很訝異 他們官員吐槽是說 他們認為說 如果一個移民要填17份申請表的話 這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要簡化流程 但是反對黨認為說 要好好討論的是 他們提出的這些條件到底ok不ok啊 反對黨就說 你的這個德語標準定的不高啊 會不會收到的這些人才 可能是一些比較低階的人才 對不過韻希我蠻好奇 如果我們今天去辦事的話 我們到公家機關去 填幾份文件你可以接受 是你的耐力極限 我覺得17份是太多了啦 而且現在都一化了 會不會在家裡先停號 對其實這種官僚體系 當然會讓大家覺得非常不滿 而且呢其實他跟整個 他希望開放這些新移民法的這些政策 的確會有一些相違背 比如說以德國來說 好了我們剛剛講說 他現在有200萬的職缺 主要是哪些呢 像是護理啦 科技業 製造業 物流業 照理來說 他們每年需要是以40萬的技術人 那蠻多的 要移民他才有辦法 讓他的整個工作機會 還有相關的一些社會體制 可以保持穩定 但是我們來看個數據 是2021年 他們其實當時就有略略開放了 但是呢40萬的缺口每年 但其實在當年就4萬人申請 只有十分之一啊 對就可以知道這個不論是標準 可能還是非常嚴格之外 這個官僚體系可能也都讓人非常不滿 尤其德國說他們通過的移民法是 歐洲最先進的移民法 因為他們開放了很多 比如說開放你的學歷 你學歷是只要是在當地讀大學的 基本上都可以這個在取得工作合約之後 用一個相對簡單的方式 取得工作簽 還有他的資格認證也放寬了 最低收入的門檻也放寬了 但沒有想到沒有放寬的就是所謂的官僚體系 十七分耶 誰好意思填下去啊 對反對黨也有提到啦 他提到的是說 除了官僚體系以外 包括說你要去德國 可能在外館的時候就要做一些程序嘛 他有提到說外館的程序上可能也要做一些精簡啦 不然的話可能在母國就不想去了 對的確你要補足這麼多的勞工缺口 還是需要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從頭到尾至少讓大家申請比較方便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另外在法國的部分 這個呢是在這個俄羅斯渦利班以前 我原本以為新中的頭條啦 這個呢上禮拜也是真的蠻多人關注的 就是這個泰坦號 搭搭了這個潛艇 他們說不算是潛水艇 又只是個潛水艙而已 潛到這個深海大概4000公尺的地方 要來看鐵達尼號殘骸 結果沒想到這個泰坦號卻失聯了 對他爆發了內爆啊 然後我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效果 其實現在他的安全的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啦 或是我看到一些新聞就是說 他竟然是用這個遊戲的搖桿來做操縱 其實這個安全性的問題也備受討論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法國的鐵達尼先生 他竟然隨著這一次的泰坦號內爆而葬身海底 家屬當然是覺得非常捨不得啊 但是他們說如果可以葬身海底 也許他們會覺得比較欣慰一點點 尤其他為什麼被叫鐵達尼先生 因為他在之前這個曾經監督打撈 大概是5000多件的文物呢 完成37次的下潛 甚至呢還出書了 所以人家才叫他鐵達尼先生 但沒有想到在這一次要看攤這個鐵達尼的過程當中 引發了意外 因為他曾經潛去海底看鐵達尼號多次啦 所以也拍了過一些照片 我看到一個說法是說啊 其實他跟這個鐵達尼號的導演詹姆斯科麥隆也是朋友 那當時呢導演就是看了他拍的這個鐵達尼號的照片 才有靈感要來拍這個鐵達尼號這個史詩巨片啦 所以他真的是鐵達尼號的這個先生當之無愧 對這個封號當之無愧 不過現在大家可能會比較感傷一點 因為原本7月6號他就要參加一個鐵達尼號的新的展覽的開幕式 但現在他沒有辦法去了喪生海底 我相信很多文史工作者或是很多的民眾 也會覺得非常的感傷 對那另外一個很遺憾的消息喔 是這個男星英國男星喔 他在加州登山的時候呢 1月的時候就人不見了 然後呢當地的搜救隊啊 5個月來搜救了8次 那最近呢是說有這個登山者發現了疑似是他的遺體 認為他應該是果實了 對因為其實在這一次的意外爆發 當時喔其實一開始也都找不到人 對然後其實在很初期的階段 在確定可能生存機會渺茫的時候 其實相關的搜救單位就已經放棄了 但是事後剛剛雲姬有提到說8次的搜救嗎 對主要還是希望說我們不論是華人可能說 就死要見屍啊 就還是希望可以找到遺體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次的搜救行動 那這一次呢會確定是他主要還是因為 他發現這個遺骸的地點 對跟他爆發這個失聯啊 然後雪崩的地點是一樣的 所以才會認為說就是這名男星 他叫做朱利安·山德斯 那朱利安·山德斯喔大家看到他的臉也許有印象 也許沒有印象 他演過什麼電影呢 他1987年的時候 他的成名作是窗外有藍天啦 有點久了 但比較近一點的可以跟大家說 他在2003年的時候 其實有跟陳樓拍免死金牌 這個大家比較熟吧 2019年的時候他有拍一部馬來西亞片 叫做細霧花園 也是在這個亞洲地區可能算是比較紅的電影 所以可能未來大家只能透過這些 他生前的影像生前的電影來緬懷他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這陣子裡 在這陣子裡 在這陣子裡